丹纳斯台风来袭高雄市也展开了防台大作战 在今天下午三点钟已经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 而这也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以来第一次 高雄市可能会遭遇到台风来袭的影响 那么韩国瑜除了亲自主持工作会议也新增行程 视察上个星期因为大雨传出路面积水的神农路 那么目前水利值已经抓出原因 包含了湘海污泥多达了3400吨 以及排水孔太小 趁着大雨来袭前加速亲日工作 那么韩国瑜听到这个污泥料之多 也直呼太惊人 那这个山猫在里面挖 蹲下还不够要看清楚上海内部状况 韩国瑜拿掉墨镜撤着头压低身子 这里要不通的话永远淹水 小山猫挖了又挖 新出一产又一产 没开挖不知道原来里头污泥实在惊人 数量太惊人了 3000多吨的一吨 扭送去的神农路过去属于淹淹水地段 经常遇到大雨就淹水 防堵噩梦重演 水利局抓病因 除了伤寒淤积物 估计多达3400公顿 还包括一旁排水系统 也是先天不良 实在话是设计真的有点问题了 所以你现在增加一个这个 对这个增加一个 然后这个加抽点 它原先的香寒是4米宽 2.4米高 但是它出水口 确实只有两个 80公分的这个香寒 它的排水量是不够的 大伤寒配上小排水孔 当然无法宣泄 因此水利局配药方 从上游分流做起 再在下游加设抽水机 避免淹水 既然已经找到淹水的原因 我相信未来做起来 准确度会提高 生命财产各个公共设施 都能够 不要受到任何伤害 叫零损害 好不好 我们希望能做到这样 因应丹纳斯台风 高雄市也成立在 汉应变中心 而即开设 韩国瑜亲自作证 主持工作会议 全面掌握各区动态 市长任内第一个台风 目标要做到零损害 记者蔡宛如柯成浩 王秀全高雄报导